我们今天主日的信息来自于 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实际上它是25节到40节 那我打错了 我打成35到40 我们会其实要来看的是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25到40节 所以请把你们手中的圣经 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在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请记得这是我们神 他无误的话语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到40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 称颂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 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外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 耶稣的话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 不愿意 不愿意 所以我会说 我会承秤的 就是 别人的 很高兴 没人 最后 这条 不愿意